如果我們稍稍輕輕的把我們扇子拿起來 我們部長金碧輝紅的扇子就出現啦 像相間小路耶 在攤位人員指導下 教育部長曾醫耀順利完成 人生第一把水托扇子 哦 中生 學習嘉年華動動 這裡是松山文創園區 正在進行中生學習嘉年華活動 教育基金會集結全台非力組織 以母語 科學 閱讀 藝術 永續 多元文化 及媒體試讀七大學習主題 規劃二十個體驗攤位 希望讓中生學習融入國人日常生活 然後 閱讀我想可以封入每一個人的生命 讓生命能夠更精彩 知識絕對能夠讓每一個人能夠在生活的品質裡 絕對是有幫助的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SPGS 我想這也是變成 當今這個每一個應該是說世界公民 應該有的一種生活態度 所有的東西都應該要把這一個環境永續 怎麼樣去減少不必要的燙牌化 讓整個生活裡面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生活環境 以自然相處 而不破壞自然 能夠守護自然 保護自然 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藝術 我一直覺得人與人之間的一個相處 透過藝術 藝術在談美感興業 只要透過創造 跟藝術的接觸去激發想像 從戲劇 從喜多的繪畫 從音樂的欣賞 他事實上 絕對可以美化心靈 其中擔任媒體四讀圈圈長的 愛信第二村文教基金會 也與台北公用頻道及中家寬評合作 由中家寬評提供中家新聞網 相關媒體四讀影片 在現場播放 頗獲好評 今年我們愛信第二村文教基金會 很高興擔任媒體四讀圈的這樣一個職務 我們召集了非常多的被逆組織 來一起參與媒體四讀推廣的工作 那我們台北公共頻道跟中家電視台 也是我們今年媒體圈的夥伴 所以今年的這個中生學習嘉年華 我們非常感謝中家提供了非常多的 媒體四讀相關的影片 讓社會大眾一起來了解媒體四讀的重要性 教育部長鄭英耀更以近期又在網路瘋傳的 教育部要求建宗撤除 李懿蓮此題字的假消息為例 認為現代公民應該具備媒體四讀基本素養 教育部也會協助國人培養辨別假新聞的能力 我跟我們的同學講說 在媒體上你不要只是說它是假消息 你要問下一句話 請不要造成建宗的一個困難 我想建宗是一個非常好的學校 你不要經常讓建宗的校長 你可以為了這些假消息在那邊 也聲明說它這一則是假消息 我想現代化的公民媒體的試圖 怎麼樣去判斷假消息 甚至許多透過我們現在很多的傳播 都是在電腦上 網路的霸凌 許多的那些假消息的傳播 我們怎樣能夠成為我們日常生活 一個基本的一個素養 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部方面表示 目前在教育部申請設立的教育基金會 共有700多家 基金總額超過850億元 教育基金會將持續以策略聯盟方式 整合相關資源 透過公司協力 拓展各項教育議題 提供民眾更多樣化與多管道的 終身學習機會 將終身學習內化成 國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共同創造全民樂學習的社會